就是这部喜剧电影让所有的蟑螂有了另外的名字 小时候看完是捧腹大笑 然而28年再来看 发现它其实是一场悲剧 大家觉得秋香是春夏秋冬最漂亮的吗 春香 贾天怡 她是青霞巩俐张敏主演的天龙八部之天山同老的阿青 夏香 轩轩 TVB四大花旦之首 东香 温翠萍 环球中国小姐 玄美亚军 这三个也都是大美女 一点都不比秋香差 并且唐伯虎八个妻子中也是国色甜香 其中一个还是蓝结英 这样一比秋香的颜值确实不是最出众的 唐伯虎也在电影中说过 好友让她和其他丑女对比才能看出秋香的美 星爷最先喜欢她根本不是因为颜值而是心善 原来当今世上最美丽的笑容就是充满爱心的笑容 其他三大婢女十分嫌弃乞丐 只有秋香善待她们 这才让唐伯虎动心了 想要追求秋香 最后历经艰辛经过层层磨难 终于取得了秋香 然而秋香的一番话让唐伯虎绝望了 这样和家里面八大打牌的媳妇有什么区别 潜心万苦追悼的女神和家里的媳妇一模一样 根本不是唐伯虎想要的那种知己 其实星爷故意安排成悲剧的结尾是有用意的 我们一起来回顾经典慢慢分析 唐伯虎身为江南四大才子之首 家财万贯 身边更是有八位果色天香的娇妻 但她却有道不尽的心酸 这八个娇妻天天在家里打麻将 更是将她的名画铺在桌上 名注用来垫脚腿 老妈也是被气得上吊自杀 老妈上吊的原因 是给唐伯虎娶了八个老婆 儿子还是不开心 西子们也是一起上吊 唐伯虎为了让大家安心 用手摆出了一个假装幸福的笑 看到唐伯虎笑了 八个老婆又去打麻将了 这时宁王派人要来见唐伯虎 宁王现在正在图谋造反 见唐伯虎肯定是为了招揽 唐伯虎只好装病将他们打发走 结果宁王早就料到了他有一招 带着御仪一起过来 结果一开门 唐伯虎正在美美的吃鸡翅 这个电影算是星野喜剧巅峰之一的作品了 无厘头发挥到了极致 为了躲过御仪的诊断 唐伯虎用武功改变脉象 这下真的没救了 但老妈看到唐伯虎使用武功十分的生气 老妈曾让唐伯虎在他死去的老爸面前发过誓 不会泄露会武功这个秘密 因为唐家有两大仇家 其中一个是夺命书生 唐伯虎的老爸是霸王枪的传人 两人为了争夺兵器谱上的排名 生死决斗 结果在老妈的帮助下 夺命书生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由于霸王枪输给了夺命书生 所以当今兵器谱上 书生夺命剑排行第二 霸王枪排第三 小李飞刀排第四 但最终的失败还是没有枪头 第二个仇家是老妈的情敌 不过已经嫁人了 以后很难会碰到 为了怕阴王再来 为了不再看到这些女人 唐伯虎想要出去避避风头 江南四大才子齐聚一堂 小时候没发现 吴振宇也是其中的一员 他们好不容易聚在一起 就吟诗作对 但念完这句想起家里面的那几个老婆 唐伯虎笑得比哭还难看 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别人看不穿呢 这时他们在桥上看到一个倩影 三人想看看唐伯虎的泡妞技术 在朋友面前怎么能不答应呢 朋友们还是大叫着上上 要搭一下如花的肩 结果这个如花是劫匪 唐伯虎将她打入池中 今天 华府夫人带着婢女春夏秋冬 到庙中进香 四大婢女个个天仙下凡 穿言秋香最美 四大才子也想意图芳荣 大喊秋香 秋香回眸一笑 唐伯虎看了一眼 这很普通啊 朋友告诉她美女要有对比 才知道她是美女 唐伯虎回头再看 果然果色天香 春夏秋冬会施舍穷人 四人打扮成乞丐 混进其中 唐伯虎抱着秋香的大腿卡油 秋香不仅不嫌弃她乞丐的模样 还给她馒头 这一刻唐伯虎心动了 心美才是真的美 原来当今世上最美丽的笑容 就是充满爱心的笑容 这里的BGM和眼神才是唐伯虎真正动心的时刻 唐伯虎以为找到了自己的爱人 要将他给追到手 他在庙中本想撩秋香 结果被主持一脚踢飞 等再来找秋香时已经走了 他拿出一定银子让船夫追上华府的船 这个船也是出了名的快 沉的快 星夜的电影笑点真是太密集了 而且是那种很自然啊 船夫也知道 唐伯虎是为了秋香而来 他给唐伯虎出了一个点子 装用人混进华府 两人装成卖身藏妇 想得到秋香的同情 结果遇到了对手 一人口吐鲜血 卖身藏全家 他的狗也是演技大爆发 这怎么能让人不同情啊 唐伯虎用出了大绝招 经过这个电影上映后 以后的蟑螂都叫小强 两人开始了比惨大会 唐伯虎一棍子打断自己胳膊 对方直接拼命用棍子砸向脑袋 结果一命无忽 唐伯虎就这样进入了华府 哎唐伯虎只是想通过麦惨混进华府 人家是真的惨啊 全家都死光了 只是想找一份工作 最后连命都给赔了 喜剧的内核也许是悲剧 看来喜剧的剧情还是不能太较真 要不许多事就不合理 仔细看这个卖身器 藏头为我为秋香 唐伯虎还用了别名唐轩 但作为庸人是不配拥有名字的 无举人给他起名9527 在监狱风云中 发歌的代号也是9527 这个号码其实是有含义的 是一个谐音梗 一句隐晦的粗口 有没有香港的观众呀 给大家解读一下 虽然做佣人非常的辛苦 但每天可以看到秋香的笑容 9527还是很满足的 他还偷偷画了一幅秋香的画 为了能接近秋香 9527来到婢女的住处 用暗器将风筝打掉 然后自己去将风筝取下 故意摔下来 秋香对他十分的关心 9527也趁机表达爱意 两人抱在一起接吻 然而这一切都是9527的幻想 他按照计划形式 从房顶摔了下去 结果武状元接住了他 武状元是来找事的 他知道9527画画的事了 本以为9527 暗恋秋香的事会曝光 可偏偏来了个反转 武状元以为 9527画的十六姐 而十六姐是武状元的老相好 他觉得9527画的难看 拿出自己的话要羞辱他 真是好看的想吐啊 武状元让手下痛扁了9527一顿 秋香看不过去 搬出华夫人让他们停手 9527本想将风筝还给秋香 可已经烂了 又遭到春夏冬三人的暴打 9527没有放弃 今天晚上要正式向秋香表白 可半路杀出个十六姐 他知道了9527画他的事 十六姐觉得自己的清白被他给毁了 干脆就和他在一起吧 这时明镇江南的四大银侠 潜入华府要掳走秋香 九五二七为了和他们套近乎 自称自己是小银虫周伯通 这里是恶搞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 九五二七假装为他们带路 将他们给绕晕 然后去给秋香报信 秋香却不相信他 还认为是9527要对他图谋不轨 秋香将他臭骂一顿 在他心中只有唐伯虎那样的大才子 才是他心目中的男子汉 唐伯虎不就是自己吗 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 寒不穿不见五宁 豪杰无无花 无酒床作甜 唐伯虎本来想承认自己的身份 但这个虽样怎么让人信服呀 秋香一棍子将他打晕了过去 这时四大银侠听到动静 来到这边将秋香掳走 还好华夫人出马 几招就将四大银贼打跑 袁佩佩年轻时是少士的武打女影星 这几个动作就能看出其功底 秋香听到四大银侠叫了9527一声大哥 就对华夫人讲 是9527将他们引过来的 武创远要抓着9527去报官 这时下人在地上捡到了一本 有关唐伯虎的书 这书在华府是禁书 秋香却是唐伯虎的小迷妹 这书就是他的 危机时刻 9527将锅给背下 华夫人知道后大怒 要杀了9527 9527跪在地上 用打板的方式给华夫人解释了一番 这段要用粤语板 才知道是多么的流畅 华夫人和四大婢女 都被这段说唱给感染 最后华夫人几人都听得飞了起来 几句话总结 这就是9527谎称唐伯虎是他的仇人 为了激励自己报仇 才将唐伯虎诗集带在身上 华夫人愿意让9527留在府上 秋香也为他求情 让他为两个公子当半读书童 从今天开始 我知你的名字叫华星 这个名字我恐怕受不得起 大家都知道 周星驰当时的老板就是向华强 向华盛是他的弟弟周星驰才会说 这个名字他恐怕承受不起 所以才叫华安 华夫人的两个儿子是白痴 以华安的智商很轻松当了两人的大哥 老师看到两人像一个书童下跪 以为要抢自己的生意 搬出了自己的名号 白纸扇和红花双棍都是属于鸿门的职位 由大到小分别是乡主元帅红棍 纸扇草鞋四九六个阶层 所以老师一听华安只为比他打 就亮出了自己的纹身 结果被开门的华太师给杀了 华安几句话将他变为自杀 华太师很是高兴 将他身为高级半读书童 负责将两位公子读书 大家认出这是香港四大才子黄瞻了吗 好多禁曲都是他写的 成为高级书童的华安 威风不少 很容易就能接近秋香 春夏冬三个婢女也对他暗许芳心 秋香可能知道华安那段说唱是编的 他以为华安认识唐伯虎 想要让他引荐一番 在外人的眼里 唐伯虎是个风流才子 可在秋香的心中 风流不及只是他的外表 在诗中 秋香看得出他是一个用情专一的人 华安此时感动得要哭了 终于有一个懂他的人了 本来两人约好晚上见面 可下人告诉他们 唐伯虎被武状元给抓回来了 这人就是四大才子之一的柱之山 开头说过 唐伯虎未替他还债 为他画了许多话了 华夫人这才认为他是唐伯虎 他叫出来华安 出来认一下他的仇人 华安见到好朋友 一句话就将他唬住 不让他说出真相 华安告诉华夫人 唐伯虎行凶都戴着面纱 他也没见过真面目 华夫人将柱之山关进了柴房 将他赏给了十六姐 华安找到机会去救他 可柱之山欠了许多的债 这里还有十六姐陪他 他不想走了 秋香也找到柱之山 柱之山谎称自己是唐伯虎 要轻扶秋香 此时十六姐换了一副妆容 半路杀回 看到唐伯虎是这样的人 秋香也震惊了 宁王带着大队人马来到了华府 宁王造反是历史上真实的故事 1519年 明武宗正德十四年 宁王朱晨豪起兵造反 结果生不逢时 遇到了圣人王阳明 几句话就终结了平息 再说回电影 宁王和华太师在朝廷是死对头 来者不善的 宁王拿出唐伯虎的孔雀图 让太师欣赏 宁王的意思 让太师臣服自己 秋香看过之后 确认了是唐伯虎的真迹 可惜孔雀始终是反鸟 就算重新装表来衬托 也都是无补于事的 反鸟就是反鸟 绝不会飞上之头 变成凤凰的 此句话的含义 就算你宁王再厉害 也只是王爷 是当不上皇上的 王爷身边的夺命书生 给秋香出了个难题 让他们拿出唐伯虎更好的作品 夫人表示自己没有 宁王刚要生气 夫人却说唐伯虎就在府上 让他当场为王爷画画 柱植山哪里会画画呀 乱挥几笔 画了一副鸡仔捉蜜图 华夫人一掌将他打晕 感谢宁王帮自己识破此人的伪装 宁王再次出招 问难太师 让身边的参谋将军对穿肠 和他对对子 这幅对联用从一到十的十个数字 并从字面上讽刺对方 是一个没有文化 缺少真材实料的香巴佬 华安要试一试 试试九评凑得八两七钱 六分五毫四离 尚且三心二意一等下流 这幅对联也是用 从十到一的十个数字进行回应 所以对穿肠才会说 好工整啊 两人针锋相对要比一场 果然挨这么近不是打架就是亲嘴 对穿肠先出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觉得 画案出身低 一个书童不知天高地厚 竟然口出狂言挑战他参谋将军 在棋盘中车不是真的 马不是真的 暗中讽刺 有些人表面看起来风光无限 实际上却是草包一个 对穿肠出的这个对联 看似平淡无奇 实则暗藏玄机 整个上联全是叠词 倒过来就是恰恰融融 处处红红脆脆 对艳艳莹莹 正读反读都是通顺的 不过华安很快就对出了下一句 对得十分的工整 好多人都说这段根本就不工整 其实是翻译翻错了 粤语版是八目上赏 前面的都喊是嘲讽 后面的雅俗共赏 都是粤语中经常骂人的意思 寒家产多鸠鱼 麻年饭你老母息 毕竟原版视频是粤语 不懂粤语的 却是很难看懂其中的笑点 所以这不仅仅是对对子了 这就相当于你和别人对骂对输了 所以对穿肠气的口吐鲜血 闻得失败了 那就比武的 夺命书生将话扔向话太师 华夫人强行一步接住 放在桌子上 脚下暗地对招 比完腿弓再比掌法 最后在桌子下缠斗 春夏秋冬担心夫人低头去看 结果全部被打成猪头 华安看到秋香变成这个模样 也是大喊鬼啊 最后用一招还我漂漂拳 让秋香变得更加漂亮了 夺命书生用出漫画中的气刃 将话夫人打退 华安赶紧与之对拼 两人的冲击波将话给打烂了 宁王趁机刁难 华安却说这是假的 真迹就在华府里面 华安和秋香躲在房间 片刻间就画好了一张新画 华安谎称自己就是模仿 唐伯虎假话谋生的 熟得很 王爷找到对穿肠 让他验证 对穿肠确定了 这就是唐伯虎的手笔 这下王爷无话可说 多命书生提醒王爷 今日有高人在场 不宜久留 就这样 华安替华府化解了危机 华夫人聪明绝顶 看穿了华安就是唐伯虎 华安死不承认 华夫人借机说 如果你承认的话 就将秋香许配给你 华安承认了 刚一承认 华夫人就反口 他让下任将唐伯虎逮捕 原来华夫人就是唐家第二个仇人 唐伯虎武功高强 他想走 没人能拦住 可他刚刚喝下的深茶放了毒 这段也是经典名场面 在电影中加广告 还和电影外的观众对话 真是超前和大胆啊 吃了一日含包散的人 最后会含包散晒而死的 而吃了含笑半布钉的朋友 也会全身爆炸而死 实在是 杀人灭口 必备良药 唐伯虎将含笑半布钉 塞进了华夫人的口中 这下两人谁都奈何不了谁了 区区含笑半布钉 难得倒我吗 最多不笑不走 晚上秋香从华夫人房间 拖了许多的药来到柴房 拿给唐伯虎 秋香看到唐伯虎瞬间变成小迷昧 问东问西 含笑半布钉这只毒药 是不是你发明的 我老作的 秋香将此事告诉了华夫人 他也希望华夫人能饶过唐伯虎 这时夺命书生杀到了华府 上次他为了不伤到王爷没有用真本领 火力全开的夺命书生 华夫人根本不是其对手 秋香赶紧去救唐伯虎 让他离开华府 华夫人用出空手接白刃 夺命书生一招夺命连环套 打得华夫人毫无还手之力 危急时刻 一点寒芒仙道随后枪出如龙 夺命书生被打得节节败退 来人正是唐伯虎 当年夺命书生杀死了他父亲 现在他要为父报仇 一寸长一寸强 唐伯虎攻击迅猛 夺命书生不敢应接 一直与之迂回 让人没想到的是 喜剧电影的打戏也能这么精彩 夺命书生故技重施 用长剑削断枪头 唐伯虎还是用出了回马枪 唐伯虎的枪法已经超越了他父亲 没有枪头照样可以杀人 唐伯虎拯救了华府 华夫人愿意将秋香许配给他 但在华府有华府的规矩 二十个新娘身穿嫁衣 唐伯虎需要在一炷香的时间找到秋香 如果没有成功 秋香就归华夫人的两个儿子了 电影之中 唐伯虎和华夫人的对决十分有趣 唐伯虎用出气吞山河 华夫人用无风起烂化解 唐伯虎接着用出隔山打牛 华夫人就用一花接木 唐伯虎只好用出绝招 结果这些新娘有一半都戴着面具 唐伯虎只好用情感人 念出自己的诗让秋香动容 看到一女子向前 唐伯虎飞身将她抱起 掀开面具一看竟是十六姐 最后秋香还是出现了 这一切都是对唐伯虎的考验 两人跪下开始拜唐成亲 两人正准备入洞房时 到头来 拼尽全力取来的女人 竟和家里的八个女人一样 悲哀呀 星爷是用这种悲剧的结尾方式来提醒我们 历史上真实的唐伯虎也是悲剧收尾的 一生悲苦被命运玩弄 唐伯虎从小生活在一个商人家庭 父亲开了一个小酒馆 家庭并不算富裕 但生活美满 唐伯虎从小天资聪颖 16岁便考中秀才名满乡镇 然而到了25年 唐伯虎的父亲母亲 妻子儿子妹妹都先后离世 这所有的灾难就发生在短短一年间 唐伯虎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自此一蹶不振 整日喝酒浪大 后来在朋友的劝说下 他开始闭门学习 最后考取了乡市第一名 市为谢源 故市称其为唐谢源 是现在的全省第一 唐伯虎再接再厉 便去北京参加会试 更上一层楼 江音富商之子徐晶 听说过唐伯虎的名气 就邀请他乘船一同赴京赶考 徐晶作为富商之子 自然一到京就拜访名人大官 其中就包括文坛太斗成敏 结果好巧不巧的是 明孝宗突然委任成敏正为主考官 结果徐晶被官场筹家控告 说他和唐伯虎等人通过行贿 提前得到了答案 考题已经泄露 明孝宗对科举考试向来看重 闻言大怒 立即下令 所有考官终止阅卷 紧急捉拿徐晶和唐伯虎 两人被判终身尽考 落魄的唐伯虎回到老家 遭到了街坊邻居的白眼 第二任妻子也抛下唐伯虎 绝望的唐伯虎 只得每天去花街柳巷买酒喝 最后喝到身无分文 但唐伯虎对绘画很有天分 他由此画画谋生 每次有了收入 唐伯虎不是买酒畅饮 就是去花街柳巷玩乐 这种纵情酒色的快意潇洒生活 实则是在文艺中发泄着自己 怀才不遇的苦闷罢了 这也是后人为什么说 他是风流才子的原因 唐伯虎因为画画 有了许多的粉丝 其中就包括了宁王 那一年 唐伯虎被宁王高价聘请为幕僚 本已对仕途心如死灰的他 好像又燃起了一丝希望 然而 当他前往江西南昌的宁王幕府后 却意外发现宁王想要造反的秘密 唐伯虎为了逃走 装疯卖傻 裸露下身 嘴里说些乌言晦语 宁王本想拉拢名士 彰显自己的德行 听说唐伯虎这般行径 赶紧让他离开 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看不穿 不久之后 宁王反行败露 朝廷派王阳明平定 这位王爷兵败被刺死 失去了名声和钱财的唐伯虎 回到老家 朋友为他众筹买了一个破旧的房子 唐伯虎为这个房子 起了一个美好的名字 桃花庵 53岁那年 病魔缠身的唐伯虎 写下了一首临终诗 生有阳间有散场 死归地府也何妨 阳间地府聚相似 只当漂流在异乡 最终 曾经狂放自我的唐伯虎 于54岁并逝在桃花屋 由此可见 唐伯虎的一生是多么的悲惨 按照原来唐伯虎的事迹 作为电影来拍 不符合大众的培养理念 所以 星爷在电影中赋予了他另一个人生 这里的唐伯虎能文能武 名扬天下 只为追逐真正的爱情 电影确实经典 唯一的缺点就是巩俐 巩俐也在采访中说过 自己没有放得开 演得不是很好 其实 唐伯虎点秋相众的女主角 第一人选本就不是巩俐 周星驰当时拿到剧本 心中的第一人选是王祖贤 王祖贤在东城西旧小师妹的形象 就很符合秋香 然而由于片酬和档期的问题谈不拢 因此周星驰心心念念的祖贤女神 就这么泡汤了 周星驰对拍电影十分的认真 大家是知道的 周星驰在香港电影圈里挑来挑去 始终都不满意 最后他索性将目光放得更加长远 在内地演员中挑到了一个好苗子 当时 巩俐凭借秋菊打官司 霸王别姬等作品声名雀起 制片人向华强也是直接给他开出了 100万港币的片酬 巩俐当时就懵了 他后来说的 当时我在国外拿了个影后 单位才减了一套20万的房子 没想到在香港演电影这么赚钱 然而周星驰的电影是要豁出去的 不管你是女神还是什么 都需要半丑 巩俐完全不适应 在对自己形象的维护上 巩俐寸步不让 电影中头发梳起来那段 就巩俐没有执行 还有被夺命书生打的那段 其他人都是被打得眼歪鼻血 喜剧效果十足 只有巩俐是请了替身的 秋香在电影中给人的感觉 总是若即若离 神游天外 跟其他人是完全两个画风 配角的戏份就盖过了他 陈百香扮演的柱子山真是太拼了 其实一开始柱子山的人选 是演员梁家辉 不过一听说要在全身上下涂满墨水 梁家辉最终还是没敢出演 这个角色便归了陈百香 巩俐后来接受采访时就直言 称自己后来非常后悔 当时没跟剧组玩到一块去 其实现在来看 巩俐这种正常画风的表演 和最后结局那句话 让人觉得反差更大 让电影的效果更加有趣 那么你怎么认为呢 欢迎打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好了 今天的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求求大伙点个关注吧 你们的点赞就是我们最大的坚持 梦德四舅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